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遭到积压 民众党在立法院场外举办了全国开奖首场活动 声援柯文哲 立委陈钊兹形容她是视线菩萨 而立委吴春城更拿被视为南非国父的曼德拉 来跟柯文哲相比 但是因为柯文哲太太陈佩琪上台时 首度说明日前简连到家里头登门约谈 科拼迟迟没有开门 是因为在洗澡上厕所 而这样子的说法也遭到了绿营猛酸 至于柯文哲决定不抗告 至少将积压两个月 民众党秘书长周虞修在节目里也曝光 柯拼这种杠到底的心情 更高举双手暗示柯文哲模仿的就是前总统陈水扁 决定不抗告其实就是这样的心情 高举双手周虞修曝光柯文哲不愿抗告心情 这个动作民众恐怕都很熟悉 当年前总统陈水扁布出特征组留下历史画面 前云林县长舒志芬当年涉及收贿交保却当庭聚保 同样高举双手含冤 如今柯拼似乎要刻意打造两人历史翻版 第一次无保请回然后我们在车上 我觉得他已经早就做决定了 除了两位绿营政坛前例 民众党立委八号开奖再加码 佛教菩萨和南非国父 柯拼是一个视线的菩萨 阿北说曾经说过 他要做台湾的曼德拉 刻意扳出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比喻 当年曼德拉当总统前反种族隔离 却遭法院以密谋推翻政府判刑 前后坐牢服刑超过26年 但这个比喻却遭绿营大酸特酸 为什么要污辱羞辱曼德拉跟视线菩萨 柯先生没有接口 我发觉他在灭什么证 他在厕所里面洗澡大号 还有陈沛琪公开澄清8月30号 柯文哲首度遭检调约谈 却传出拖了一小时才开门 但这说法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脸书贴出马桶呛虾 大酸曼德拉 应该是在6点47分 然后他当然告知说 连政署请他回家开门 7点15分接到柯主席的电话 连政署的同仁在家 我的时序是这样 所以我不太清楚 所谓的一个小时不开门 是什么状况 周渝修首度公开30号当天一早 简联搜索时序 柯文哲积押两个月已成定局 外头政治风暴却持续上演当中 记者陈武强张元杰开播剧道